今天要報告的是這個 這個第26章 它是那個clustering的那個case study 那這個 那這個案例呢 那這個案例它的目的是要把那個 是要把那個 森林地分類 那比如說分 因為森林地有可能 因為森林有可能 有很多 森林有很多種類嘛 比如說 這是這一片森林它是 A這種植物 然後另外一片森林它是 B這種植物這樣子 那是 那那個 這裡是要把這些森林的植批 把它按照這樣的分類 好 那這裡要用到的 這裡要用到的就是那個 主要用到的是那個 那個self-organized 然後還 然後還會用到 然後還會用到 然後接下來還會再使用一些 那個 圖像畫的工具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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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批分類 這個直批分類的那個問題 最主要是那個 最主要是參照 最主要是參照這篇論文 然後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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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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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 它要記錄那個 它要記錄那個 直批的準備碼 那那個 本來是必須要用 人力去限定勘查 或者用那個 或者是用一些 遙測的資料 那 那 那個 是 那那個是比較不容易做的 那 所以這裡就 所以這篇 配文就提供一個那個 用比較容易取得的資料 去 去將直批分類的方法 好 那 原本 配文裡面是有 12個 features 那 那個 這本 那個 書上就把它 簡化成 10種features 10種features 這10個features 是那個 海拔 海拔幾公尺 然後 這個是那個 林地它朝向的角度 林地它朝 那個 那個 林地它有一個 那個 林地它 它有一個法向量 那 那個 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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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朝向的方向 那那個 它所朝的方向 投影到地平面 然後再跟 正北方的夾角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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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姆斯 然後 再來是那個 林地的那個 坡度 然後 那個 跟最近的 跟最近的表面水的垂直的水平和垂直距離 然後跟最近的道路的水平距離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 接下來三個是在 夏至這一天的 早上9點 中午 下午3點 三個時間的 山體陰影 然後 然後 然後最後一個是那個 那個 跟那個 嗯 跟過去20年內 發生過那個 發生過那個 那個 Walfire的 那個 活在 欸 山林火災 跟過去20年內 發生過山林火災 在避免最近的水平距離 他用的是那個 他用的是美國的那個 Geological Survey 還有那個 然後那個 還有美國的那個 森林局的資料 這是那個 剛剛 剛剛第二個 剛剛第二個 feature 有講到那個 Arimus Arimus 嗯 所以就簡單說明一下 那個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比如說 這裡是林地 然後林地 它有一個 林 跟林地垂直的那個方向 跟林地垂直方向 然後 把 這個 跟林地垂直的那個 方向把它投影到那個 地皮面上 然後 然後 再 然後再看 這個投影 這個投影 跟 正北方的那個 夾角 這就叫做 Arimus 然後 這是那個 有 這是那個 有幾種 我們預期會有 我們預期會有幾種 那個 會有哪一些 那個 植批的種類 但是 當然因為這裡 我們是那個 非監督式學習 所以這些資料其實 不會用到 呃 只有在那個 最後面 我們要那個 細節化的時候 會稍微用到一下 那個 有一些中文實在 翻譯不出來 所以就 那個 放英文上去 好 那搜集資料 搜集資料的話 就是 首先把那個 林地分成 呃 分成一塊一塊 30公尺 乘30公尺 的那個 區塊 然後 然後 每一個區塊 當然就是一個 每一個區塊 當然就是一個資料點 嘛 那我們用那個 我們用 用了 這裡用了 前兩萬個資料點 然後 當然 有十個變數 嘛 前面講過的十個變數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 訓練的話 是用那個 固定次數的 固定次數的 那個訓練 固定次數的訓練 然後那個 然後 因為 然後那個 這裡沒有 test set 然後 當然要把 然後 要把那個 資料做 這裡 這裡用的方法 是 那個 把他 把他 scale到 那個 負1和1中間 但是 其實你也可以 那個 把他 scale到 那個 scale scale到 那個 平均是0 然後那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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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他除以那個 標準差 就變成 univariance 這樣子 你也可以這樣做 就兩種 normalize的方法 那 我們就要把那個 最好是要先把 資料先畫出來 資料先畫出來 那 那個 那 這個是 那個 第七八九的 第七八九的變數 那個 就是 山體陰影的 那個 那三個變數 我們把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對角線是 這三個變數 各自的分布 然後 對角線以外的是那個 兩個 兩個 兩個變數 兩個變數 兩個兩個變數 兩個兩個變數的散布圖 這樣子 如果 那 如果你看到 對角線上 任何一個變數 如果 他是集中的 他 完全沒有任何分散的話 他 如果一個變數 他都集中在某一個值的話 那這個變數就可以 其實就可以不要了 那 如果 那如果 你看對角線以外的地方 如果有任何一個 有任何兩個變數 他的關係是 很接近線性 呃 這個 這個看起來 壞要了 不過 也沒有到完全線性 呃 就是如果 如果兩個變數是很接近線性的話 那你可以把其中一個捨棄掉 然後 處理完資料以後 就要選擇 處理完資料以後 就要去選擇那個 選擇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模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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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那個 有一個 competitive layer 然後 然後那個 處理完之後 會有 150個element的 地圈mark 那說實際上就是說 嗯 說實際上就是說 B圈mark的那個大小 要跟那個 資料點的 要跟 要跟資料點的 要跟資料點的 平方更成正比 那 那 這裡有2萬個資料點 呃 2萬平方更大約等於 141 那 那 那 他就取150 這樣子 嗯 嗯 好 這裡 然後這個 V圈mark topology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 每一個點 這個 V圈mark的每一個點 都 都 每一個點都有六 都有六個那一個 齁 每一個點都有六個那一個 這樣子 齁 齁 處理完資料 然後選完那個 模型架構 那 接下來就要去訓練網 訓練這個 訓練我們的模型 那 訓練模型 就是CP要先那個 先把那個 weight 把它那個 initialize 把weight 給它 那這裡用的方法 這裡用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那個 完全用那個 完全用那個 完全用亂數據 出實話 但是這裡用的方法是 先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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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vector 把它取平均 取平均 然後就得到 min vector 然後再把那個 input vector 啊 剛剛講 取平均的話是 嗯 反正 反正就是把 input vector的每一個 element 取平均 然後下面這個 covariance matrix 是把 那個 input input vector 的 的 任兩個 feature covariance matrix 就是把 任意兩個 feature 給它取 那個 covariance 這樣子 好 任意兩個feature 我們有十個feature 嘛 那任意兩個feature 給它取 covariance 這樣就得到一個 十乘十的 那個 方針 好 那那個 好 有了 min vector 然後有了 嗯 covariance matrix 然後 這個 covariance matrix 我們就取 兩個 eigen vector 取哪兩個 eigen vector 取 eigen value 最大的 兩個 eigen vector 嗯 好 取完兩個 eigen vector 以後呢 我們就用 我們就用這兩個 eigen vector 去展開 那個 去展開 我們那個 我們這個 weight 矩正的那個 raw space 哦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w這個 weight matrix 的那個 raw 每一個raw 就是 我們用上面講的 me vector 加上 這兩個 eigen vector 的那個 線性組合 好 再講一次 就是 用me vector 加上 這兩個 eigen vector 的線性組合 好 嗯 不過要取哪些 線性組合 書上沒有說 嗯 反正就這樣 好 那那個 好 那這樣 那他宣稱說 這樣子做 這樣子 叫做 Initialization 他宣稱說 那個 這樣會比 Random Initialization 收斂來的快 我 我很好奇 一下這個方法 跟現在 大家 好 對不對 你用的方法 他 performance 不曉得 差異如何 這個 另外 這個方法 在 目前 基本上 看不到 有人用 甚至 有討論這種 用這樣的方法 最大的 兩個 iigen Value 組成的 iigen vector 去做線性 的 combination 那這根現在 用一個 高時分佈 等等 或是 像 Savir 或是 那個 Key 的方法 來講 這值得大家 有興趣 可以 深度探討 可是 東西 以前 被發表 那現在 沒人用 或是 大家沒注意到呢 還是現在方法 的確 比較優 那那個 初始化完之後 我們就要去 那個 我們就要去 那個 訓練 我們就要去 訓練這個 模型 我們就要去訓練這個 模型 那那個 齁 那個 那 每一個 對於每一個 神經元 i 還有 當我們在 那個 DK步訓練的時候 DK 的Iteration 的時候 那 我們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 weight 那個 我已經不 弄不太清楚 這是 行還是列 反正就是 把 反正就是 把 這個 把 那個 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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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這個樣子 那 這樣子寫 其實就是 那個 其實就是 對那個 input vector 這個 P是 input vector 這樣子寫 其實就是對 input vector 做那個 加權平均 那 加權平均的權重 就是那個 權重 權重就是這個 H 所以 這個 H 那你看到 H 當那個 當這個 I這個 neuron 是那個 是那個 input vector 的 winning neuron Input vector 的 winning neuron 那一個的時候 那那個 那那個 它就飛離 如果不是那一個的話 那就是0 所以 就是 其實就是把 所有 跟 所有的 Input vector 所有它的 Winning neuron 的 會跟 neuron I 那一個 相比的 這些 Input vector 把它做平均 那這個 Alpha Alpha 這裡就是 我們就把它叫做 Learning rate 那那個 這個Alpha 它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把它射 我們把它射大一點 然後 當我們那個 當我們把那個 當Iteration 變 當那個 Iteration 變高的時候 當那個 weight 當這些weight 它 慢慢移動到 這個 Input space 的時候 慢慢移動到 Input space 的時候 那我們就把 那個Alpha 變小一點 那在這邊 它用的 它在這邊用的 那個 Learning rate 也可以是 當第一 當第一 部的時候 用Alpha等於4 第二部的時候 Alpha等於1 這樣子 好 那那個 訓練完以後 我們就要去看說 這個 我們就要去看說 這個模型 它的那個 它的Error 這裡提供兩種 這裡提供兩種Error 就是 第一個叫那個 第一個叫 Contentization Error 那 其實 那它看的是什麼 量呢 就是 就是 每一個 每一個 Input vector 這裡的Data vector 應該是 Input vector 吧 總之就是 每一個Data vector 跟那個 每一個Data vector 跟它的Winning Neuron 的那個 距離 然後 這些距離 把它取平均 這些距離 把它取平均 然後 第二個 是 Topographic Error 那 那個 它看的是 那個 那個 Topology 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保存 那 它就是 那個 所有的Input vector 它去看 有 有多少 比例的Input vector 它的 它的Winning Neuron Winning Neuron 就是跟它最近的 Neuron 它的Winning Neuron 跟 跟它最近的 Neuron 跟 第二 靠近的 Neuron 第二名 第一名的 Neuron 跟第二名的Neuron 有沒有相似 看 那個 那個 看第一名的Neuron 跟第二名的Neuron 相似 那個 Input vector 的比例 那 這樣子 那這樣子 就代表說 如果 如果 那個 就是看那個 Input space Input space 裡面 相似的 Input space裡面 相似的東西 到了Feature Mark 會不會也跟著相似 這樣子 也就是說看 Input space 跟那個Feature Mark 的Topology 有沒有保存 有沒有保持住 那 它這裡就提供了一些 那個 提供一些那個 視覺化 視覺化的工具 來檢驗這個 模型 來檢驗這個 模型 那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那個 U Matrix U Matrix 那這個 U Matrix 它是怎麼樣呢 它是 這裡粉紅色的是 這裡粉紅色的是 我畫的 粉紅色的是 150個 Feature Mark裡面 150個 Neuron 那我們就把 那個 Neuron裡面 我們就把 每兩個 Neuron 中間再加一個 空格 所以 這個 這兩個 中間加一個 空格 然後這兩個 中間加一個 空格 反而就是 每兩個 中間都加一個 空格就對了 那 那個 每兩個 兩個 Neuron中間的 那一個空格 就是那個 就是 它的 它的那個 值 就是 這兩個 Neuron 這兩個 Neuron 對應到的 Way vector的距離 好 兩個 Neuron之間的 那個空格 它的值就是 就是 這兩個 Neuron 對應到的 全中 Way vector的距離 這樣子 那如果 是 這個 這個 Neuron 本身的空格 呢 Neuron本身的空格 就是把它 周遭六個 周遭六個空格的值 把它取平均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是先算 Neuron之間的空格 然後 再算 Neuron本身的空格 這樣子 那 那 那個 我們 那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這150 feature mark 這150 feature mark 我們把它的 那個 我們把它那個 植體種類 我們把它的 植體種類 把它 掉上去 我們把它的 植體種類 掉上去 然後我們就看到 那個 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個 這字有點小 反正 反正就是 2 集中在這一邊 2 集中在這一區 然後 6 集中在這一區 然後 3 4 集中在這一邊 3 4 集中在這一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那個 這裡有一條 這裡有一條 那個 顏色很淡 接近白色的條紋 那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 feature mark 它 它其實 有把 2 有把 2 這個 label 跟其他的 label 把它分開 這樣子 然後那個 這裡有另外一個視覺工具 就是 component plane 就是 我每一個 我有一個 那個 Wave matrix 我有一個 全種矩陣 那全種矩陣 我們有 十個 我們這裡有十個 features 有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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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個自變數 那我們就把每一個自變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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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ve matrix 它的 每一行 這個 Wave matrix 它有十行 每一行都是 每一行都有 一百五十個 都有 一百五十個 element 那我們就把 每一行 每一行 有 一百五十 element 那這一百五十 element 就對應到這個 feature mark 上面的每一點 這個 feature mark上面的每一個位置 那我們就把 每一個 這十個 column 這個 Wave matrix的十個 column 把它的值 每一個 column的值 就畫在這個 feature mark上面 第一個 column的值 畫在 feature mark上面 第二個 column的值 也畫在 feature mark上面 一直下去 一直畫到第十個 column 好 那我們就這個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 我們可以注意到 一 四 五 六 十 一四五六十 這十 這五個 這五張圖 它們有什麼特點呢 它們都是那個 左下角的地方 顏色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左下角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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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下角 這裡 左下角顏色不單 所以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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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也可以 各位也可以看到這個 這樣子是那個 這樣子跑出來的那個 feature mark 這樣子跑 剛剛訓練過後跑出來的 feature mark 那個 它也可以 那個 它也有那個 分辨直批的功能 這樣子 它至少把那個 第二 它至少把那個 第二種這個 第二種直批跟其他直批 給它分開來 這樣子 嗯 我大概就報告這樣子 那其實書上還有另外一種 那個視覺化工具 叫做那個 好像叫做 Hit Instagram 是不是 那個我就真的實在看不懂 這樣子 所以我就沒有放下來 欸我怎麼跑那麼遠 它好像也是很類似的 就 要用那個 六角形的 大小 來表示 不一樣 喔對 就這個 Hit Instagram 那那個 有興趣各位可以自己看 這樣子 那大概就這樣 大家有什麼問題 這個是 前面那個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 的一個應用 之前那一張 如果完全沒有什麼下功夫 可能 這一張會看得不煞灑 如果 如果你對前面那張 他有沒有在 那個 Winner的neuron 周圍的 就六個點 他會去更新 那個是 這個 SOFM 他一個特徵 他那個模型 是一個 biological base 的model 他看到就是 對於 那個 視覺信號 你看到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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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的 周遭的 neuron 他的強度都會比較強 然後 周遭以外都會減弱 他在那一張 好像叫什麼 on-off on-center-of-surround 之類的 那個 一個 生物在視覺上 其他的 那個 感覺應該 也是類似這樣的 像 像 視覺 就 視覺的那個 我們現在 那個 CM不是有那個 什麼 就看到的 位置 他這概念 就是 我看到位置 的那個 那個 attention point 的周圍 都同時會強化 就是為什麼 他 他這六角形 也不是隨便選的 這 在眼鏡裡面 的確就是 呈現像這樣的一個 多角 既然就是 六角 八角 有點忘記 很類似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謝謝今天的講者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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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